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30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中国官方周三通报 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 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 在上海因为白血病逝世 享年96岁 这消息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哀悼 很多网友以江爷爷 长者和伟人 来称呼江泽民 祝他一路走好 江泽民曾经在80年代担任上海市长 而就在周三的同一天 上海突然下雪了 这是上海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有网友留言 今天上海的雪埋葬了一个时代 难忘您激情澎湃改变中国 很多网友还对江时代表达怀念 称他开创的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是他让我们感受到了开放的自由和美好 今天很多外媒也是在显眼位置 报道了江泽民去世的消息 并且回顾评论了江泽民的主要政绩 而向来非常关注中国的华尔街日报 在头版的中心位置发表了相关报道 标题为江泽民加快了中国共产党 拥抱市场经济 文章非常客观 也提到了一些江泽民有趣的往事 提到了江泽民对胡锦涛对习近平的影响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江泽民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上台 领导了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变革 逐步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经济巨头之一 江泽民于2002年从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休 03年死去国家主席职务 4年才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文章写道 在幕后江泽民设法在秘密的党内精英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他的继任者胡锦涛的领导团队中安插了盟友 党内人士表示 从退休开始 江泽民就果断的支持习近平升任党的下一届领导人 江泽民在1989年被推上总书记的位置 党的元老选择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部分原因是作为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 他在89年的早些时候成功的平息了上海的抗议活动 没有发生震撼首都的暴力事件 江泽民最初被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视为过渡时期的人物 但是他最终凭借能力和个人魅力掌权了近15年 江泽民重振了经济自由 修复了与美国的关系 并且带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 在江泽民的领导下 中国于1997年从英国手中收复了香港 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 并且赢得了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办权 江泽民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 戴着超大的眼镜 直到晚年都精力充沛 他热爱音乐 从美国的布什总统到英国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 都曾经被他拉着一起唱歌 在与美国人的会面中 他用英语背诵格迪斯包演说的部分内容 请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跳舞 演唱《我的太阳》 还与夏威夷小学生一起跳草群舞 《经济学人》杂志今天在关于江泽民生平的报道中也写道 在中国的政治圈里 他是独一无二的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经济学人还描写江泽民曾经与一位歌手的恋情 说江泽民在一场演出后 递给这位歌手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找你的大哥 这些都是江泽民的趣事 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 江泽民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制定了大胆的经济改革举措 在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 拆除了大部分的国有经济 数以万计的小型无力可图的国有企业被关闭 不得不导致了数千万工人失去了原本的铁饭碗 同时国家提供的住房的全面私有化 为建筑和房屋所有权的大规模繁荣 铺平了道路 最后江泽民顶住了国有工业和农业中强大的反对意见 坚决决定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而他的冒险也得到了回报 重塑了全球经济 也迎来了中国又一个快速增长的十年 外国投资大量涌入 促进了世界级制造业的发展 当然中国短期内的快速变化和飞速增长 会使社会结构变得紧张 新的中产阶级开始频繁涌现 但是社会不满情绪也在螺旋式的上升 下岗的工人和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前往城市发展 自始至终 江泽民对政治意义保持严格的限制 在社会动荡中 他有时以残酷的方式 维持了党对政治力量的扼杀 1998年 他消灭了一个由政治活动人士新成立的团体 随后法轮功的出现 令中国领导层措手不及 江泽民取缔了法轮功 并且发起了几十年来 中国最广泛的镇压行动之一 数万人被拘留 而在外交方面 江泽民认为 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 对中国的重新崛起至关重要 这一承诺在与美国的三次危机中得到了考验 分别是1995年至96年的台海危机 1999年的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 以及2001年 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和一架中国战斗机的空中相撞 造成中国飞行员死亡 在每一种情况下 江泽民最初都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 使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紧张 但是在国内政治上保护了自己的地位之后 江泽民随后又回到了修复与美国关系的道路上 2002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 特别提到党也代表先进生产力 而先进生产力所指代的就是商界高管和专业人士 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农民和工人的基础 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掩护 江泽民退出政治舞台的方式 也给中国政治留下了印记 尽管在领导层的交接中 他如期放弃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头衔 但他仍然保持着监督军队的强大角色 并且利用他的盟友继续影响胡锦涛的主席任期 党内官员表示 这些策略阻碍了胡锦涛的领导 使得高层的共识更加难以形成 并且导致一种更加分裂渐进的治理方式 而这种情况又导致了经济的失衡 环境恶化和政治腐败问题 这也导致了后来胡锦涛决定立即从所有职位上退休 让继任者习近平自由发挥 部分原因就是江泽民挥之不去的影响力 剥夺了他的权力 他不想再做同样的事情 今天随着江泽民的逝世 经济学人最后写道 中国将会更加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中 而江泽民有两个儿子 其中长子曾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上海分院院长 现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他的孙子则是私募股权公司博裕资本的创始人 另外周三 俄罗斯、日本、老挝等国家领导人都表示哀悼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周三发布的声明中说 作为我国的亲密朋友 江泽民为俄中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这样一位权威的政治家和杰出人士 留下的美好记忆将会永远在我心中 日本媒体则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致艳电表达哀悼 岸田文雄在艳电中积极评价江泽民称 他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发展做出了贡献 江泽民1998年首次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为日中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达哀悼 他说我代表联合国向江泽民家属 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诚挚的哀悼 他评价江泽民一直是国际合作的支持者 他在任时经济有显著的进步 并且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古特雷斯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江泽民本人的热情和坦率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未经订阅我们的FM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 WAO